各位飆盟們好 大家看到這麼棒 有 Rolex Hulk 和 Titoni 梅花 C Scoper 真棒 看清楚不是 原來兩隻都是 Ernest Borough 手錶 我實在覺得 E-Bolo 這個品牌真是蠻搞事的 首先它的 Logo 是一對戀人跳舞 我記得看資料說它的創辦人 不知一次跳舞時就被人拍到 但它這次推出潛水錶 有兩位一位跳舞 又是潛水錶 真是有些特別的配搭 而且它這個 Collection 叫 Sage 即是智者 為何潛水錶和智者有關係呢 如果它推出潛水錶 會否它的 Logo 都微調呢 真是不知道 不過它的 Logo 用了很久 過百年 可能沒辦法 但為何這個系列叫智者系列呢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不過怎樣也好 這錶本身也挺漂亮的 這支錶 量起來也有42-43mm 錶徑 而且它真的有參考一下坊間的潛水錶 這支我第一眼看起來 這麼像梅花的 Sea Scope 那支當然是600米防霜 這支是200米的 但這支也有單向旋轉圖池錶圈 也挺正的 而且配色 它有藍色 再加上紅色 頭十五分鐘 到三角有紅色 真的令人聯絡這支錶 但如果大家看清楚這支錶面 其實它是陰陽色的 下面是深一點 上面是淺一點 而不是漸變面 中間是淺一點 側邊深一點 而是由上而下的光暗變化 所以令這支錶有一點特別 我現在解鎖了 我免得調校這個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是很準確的 我免得調校來調校去 基本上這個機芯 它網頁說ETA2824 or SW200 如果它是26石 應該是SW200 我看過這支是SW200的機芯 其實這支錶也挺帥氣的 有Double Precious 拉開 還有一點位置讓大家微調 但沒有Diverse Extension 做透底 它的機芯寫著26石 應該是SW200 而且它網頁也有說這支錶 它說是Numbered Edition 即是不是Limited Edition 即是沒有限量2000或3000 但它是Numbered Edition 即是每支錶都有它獨立的編號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是否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但它就這麼說 它用SW200機芯也好 維修一定很方便 即是完全沒有難度 或者給大家看一些夜光 夜光也挺強的 會不會這個也是Super Luminova 夜光也挺強 200米防水感也不錯 小時刻也有 還有三針 時分秒也有這個夜光 當然它潛水錶圈上面三角形的點也有夜光 大家可以看到 它寫著200米防水 Automatic 和Swiss Made 在六時位置也寫著 瑞士製的手錶 當然品質有保證 瑞士機芯 瑞士製手錶 除了藍色之外 其實還有這個綠色的陰陽面的模特兒 其他東西應該是一樣的 亦都有這個瓦面的陶瓷錶圈 這個就像是灰色的 跟剛才那個有點不同 亦都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或者是對不起 又以為這是Rollex 最新推出的GMT Master 又倒轉了 哎呀 先倒轉 我覺得這個錶圈也挺有趣的 陶瓷通常我見過的都是納納的 那它就做到瓦面 我會覺得有點特別 現在買這隻錶 每隻錶都會附送一條膠帶 這也不錯 大家有一個選擇 鋼帶和膠帶 不過留意它沒有快刷功能 如果自己有工具可以自己搞定 我都給大家看看這條膠帶 而且扣子也寫著是Ernest Borough 如果大家有工具自己可以搞定 如果沒有 我相信它錶項都很簡單 都可以自己搭配 它兩隻錶無論是綠色面還是藍色面 都是搭配這條黑色膠帶 附送多條膠帶永遠都是好事 如果將來它可以出到快刷帶就一流了 因為現在很多牌子 無論是大的牌子 Swatch Club 或是Micro Brand 都會出一些很快換到帶的款式 希望它將來都可以考慮一下 說完這麼久後 也要說說價錢 價錢是多少呢 大家都看到了 定價 定價是8000左右 未 Ay Net 遇到8980港元 我相信都只有6000左右 六千左右 如果有興趣 去到短信寫 大家會明白 這一句 我看 UP avenG presenters 怎麼會看到flolex和梅花呢 不是的 當然了 大家知道這些大家都知道吧 就算是梅花的 Zscoper 都要一萬五千多港元 通常都沒有折的,因為我自己也問過 現在這些標定價都是這樣 折完之後當然便宜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一隻 有那些感覺的手錶 但價錢亦非常商議 配多條膠帶給你 這些標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相信,老實說 這些標不是個人都會喜歡 但如果有喜歡的朋友 這樣便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地區小店 以及支持我拍片未訂閱的 麻煩大家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再找一些隱世標行 以及有趣的手錶和大家聊聊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分享 Bye Bye